他江湖人称谢姐 重庆的黑帮教母 社会地位极高 在重庆各地开设赌场 为其提供毒品 从中抽头获利 一天最高可达20多万元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他纠集打手购买武器 同时他还通过贿赂收买等手段 充当自己的保护伞 躲过警方的突击追捕 甚至暴打秘密侦查的民警 对其进行非法拘留6个小时 在重庆地区只手遮天 不仅如此 他的私生活也极度混乱 长期包养16名小白脸 供他玩乐 随身更是豪车名表 以及各种奢侈品加成 堪称现代版的武则天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又是如何走上赌徒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重庆女黑老大的罪恶人生 在这之前 希望您能动动手指头 点赞加关注 给我一个支持 谢才平作为一名女性黑老大 一直到2009年为止 她是重庆被捕黑恶势力头目中 唯一一位女性 所以有关谢才平的故事与传闻 自然也就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可当人们了解了她的故事之后 却惊讶地发现 早期的她竟与女黑老大截然不同 1963年 谢才平出生于重庆 同观义镇的一个农村家庭 在当地 谢家算不上十分富裕 但也并不算贫穷 所以作为一个姑娘 谢才平比很多同龄孩子幸运 拥有上学的机会 一直到她19岁那年 因为没能考上大学 谢才平离开学校 开始工作 在工作期间 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 两个人很是聊得来 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这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并在不久后领证结了婚 婚后与很多家庭一样 夫妻二人过着普通平淡的生活 后来 谢才平生下了一个孩子 照顾孩子和工作 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除此之外 她对丈夫的照顾 也是无微不至 做饭做家务 有时候还给丈夫洗脚 在很多人眼里 谢才平是妥妥的先妻良母 而且工作做得也十分出色 这让谢才平不仅升了职 还得到了单位分配的 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尽管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谢才平的生活还算幸福 这一时期 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 开心的时候 1995年 通过丈夫哥哥的关系 谢才平被调任到 重庆市的单位工作 也正是这次调任 让她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乡镇一下子来到都市工作 谢才平有些眼花缭乱 她被繁华的都市生活吸引 被眼前的灯红酒绿 迷惑了双眼 工作之余 更是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最初只是为了打发业余时间 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娱乐 然而赌无大小 久赌必输 同毒品一样 赌博同样会让人上头 果然 谢才平发现 与其自己赌博输赢无偿 还不如开一个赌场 不仅可以玩得过眼 还可以保证能赚到钱 于是谢才平便与几个独友商量 着手准备开设赌场的相关事宜 尽管他清楚 这是单位所不允许的 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 算出赌场开张时 顾客都是他曾经的独友 而他则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 以此盈利 可渐渐的 谢才平发现 这样的办法虽然汉烙饱收 但是却赚不到大钱 甚至刚刚够开设赌场的成本钱 于是他决定将赌场做大 正所谓万事开头男 已经成功开设了赌场的谢才平 此时完全没有了最初的畏惧 做事越来越大胆 野心也越来越大 可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 由于忙碌赌场的事情 导致他经常上班迟到或是早退 即便是在工作期间 也经常出错 甚至借机补教 他的这一变化 引起了单位的怀疑 并很快就被人发现 他开设赌场的事情 这件事被揭发之后 他直接被单位开除 并且被举报 最后以涉嫌聚众赌博罪被拘役 谢才平第一次的发财梦 就这样无疾而终 可出狱之后的谢才平 并没有就此罢手 反而变本加厉 利用丈夫哥哥的关系 纠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和刑满释放人员20多人 初步组成了自己的势力 开设赌场 此时的谢才平 不只是痛恨 还是性格使人 亦或是那份不甘心 让他自此迷失在这种 非法盈利中 不可自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谢才平手底下 也发展出了一部分骨干成员 比如刘景勇 和他的亲戚侄女旭章 这些人被他指派去管理各个赌场 再加上保护伞的撑腰 谢才平的赌场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 并且逐渐规模化 赌场实施股东制 每次开设一家新的赌场时 首先股东 要负责选定场地 以及赌场后续的运营等活动 就像是分店店长 同时赌场内外 还安排有放哨人员 放哨分为内外厂 外面的放哨人员负责盯哨 确保运营期间 不会出意外 内厂放哨人员 则负责赌客的突发状况 以及不遵守赌桌规定的行为 除此之外 赌场还有后勤服务 除了提供基本的一日三餐之外 还可以为赌客提供住宿 负责赌场的清洁工作 以及场地搬迁 而赌场的运营 则是通过打扑克 压赌注等方式 设定了三个等级的赌注 这些赌注既有上百元的 也有上千元的 谢才平等股东 通过抽头获利 生意最好时 一天可获利20多万元 当然这些股东 不只是拿钱这么简单 谢才平定下规矩 除了他自己 他的侄女序章 以及刘景勇固定坐庄之外 赌场股东需要轮流坐庄 并且还要求他们在坐庄期间 必须参加赌博 无论输赢 消费必须达到2万元左右 才能下庄 另外在赌客少的时候 股东必须无条件参与赌博 随着赌场越做越大 谢才平也是提高了 对赌客的要求 赌客进入赌场 必须经过身份确定 就算是特殊情况 也要经过股东同意 或是其他赌客的介绍 才能进场 而进入赌场 并不意味着 这些赌客就可以参与赌博 还需要受邀请 才能真正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前来赌博的赌客 同时还是隐君子 为了留出这些客源 谢才平拓宽自己的业务 为这些人提供赌品 不仅如此 他还提供赌资 将这些赌客 牢牢地拴在他的赌场里 甚至强制要求 这些赌客在他的赌场赌博 谢才平曾经放话 可以在我这里借钱 但不可以去别的地方赌 曾经有一名赌客 在谢才平的赌场里 输光了身上的钱 准备前往其他赌场 试试手气 但却遭到谢才平手下的拦截 甚至出手打了他 这位赌客敢奴不敢言 只得留下来借钱 继续赌博 就这样 从2000年开始 谢才平的赌场 在重庆地区遍地开花 到2009年 开设的赌场 已经有80多处 获取的收益 仅仅从2005年到2009年 就高达上亿元 而参与每一场赌博 从中抽头 也成了他谢才平 主要的经济来源 每一轮赌博中 他拿走总赌资的5% 少则数千元 多则数万元 这让谢才平稳赚不赔 多年来获利千万元 但数大毕竟招风 总共就这么大个地方 有人赌场生意规模 热渐壮大 就有人生意惨淡 许多同行 眼见谢才平的赌场生意 越来越红火 自己的赌场生意 却因此受到影响 而变得惨淡 因此互相之间 发生抢夺生意 而打斗起来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这让谢才平意识到 必须发展自己的势力 才能确保赌场生意的 顺利运营 于是他召集许多社会打手 并购买许多打斗工具 甚至枪支弹药 这样一来 许多人因为畏惧 谢才平的势力 也只能忍其吞声 另外 随着警方近年来 对赌博等活动的打击 越来越严厉 谢才平的赌场生意 也曾数次遭到警方的突击检查 尽管在保护伞的作用下 都让他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但谢才平也明白 他需要收买人心 来为自己的活动保驾护航 据他自己所说 多年以来 光是收买贿赂的花销 就达到18万元之多 自此之后 谢才平的势力 遍及整个重庆地区 他本人变得十分张扬 在重庆地区横行霸道 俨然成为了当地的女黑老大 大家见到他 都要尊称一声谢姐 谢才平的生活 再也不像从前那样 精打稀算着过日子 他开始买豪车 带名表 衣食住行都是顶配 赌场的生意 他也不再亲力亲为 而是交给手下信赖的人管理 自己则每天和好姐妹 喝喝咖啡聚聚会 生活过得别提有多惬意了 但还有一件事 让谢才平不满意 那就是丈夫的忙碌 导致两人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几次面 这让他在众人的簇拥之余 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 在与姐妹闲聊期间 他提起了这件事 姐妹们哈哈大笑 建议到 你可以找个帅哥陪你 这句话 就像是投进水里的一颗石头 引起谢才平内心的层层涟漪 大概是心有所念 必有回想 2007年 在一次宴会上 谢才平结识了一位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罗玄 罗玄不仅身材修长 拥有一米八二的身高 而且身材很好 长相颇为俊朗 被人们认为是侧面黄晓明 除此之外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谢才平44岁 而罗玄年仅24岁 尽管如此 两人仿佛一见如故 并死心塌地地跟随着谢才平 至于是什么 让罗玄跨越整整20岁的年龄差 并甘心充当他的情人 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 罗玄出生贫穷 自小父母又离异 高中毕业之后 就一直待业在家 但他一直以来 都有着发财的美梦 而有钱有吃的谢才平 又十分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所以很快就看对了眼 于是一顿饭的时间里 罗玄竭尽讨好谢才平 逗得他开心不已 很快赢得了他的欢心 谢才平也满心欢喜 颇有半老徐娘 焕发第二春的感觉 当下谢才平就邀请罗玄来当自己的司机 并放下话称 一定不会亏你 就这样 一个为了钱 一个寻开心 两人一拍即合走到了一起 罗玄凭借着花言巧语 以及强壮的身体 讨得谢才平的宠爱和信任 不仅给他买车 出资让他开店 甚至还会让他出面处理一些赌场内的纠纷 以及一些账务 而除了罗玄这个尤为受宠的情人之外 多年以来 谢才平还长期包养着15名情人 这些情人 全部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他们什么都不做 专门服务谢才平 为了享受 谢才平还想出一个法子 就是给这16名情人编号 然后翻到谁 就让谁来伺候他 这种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武则天 可他不知道的是 警方早已经盯上了他 2008年8月14日晚上 谢才平组织人员开设赌场 一名民警伪装成赌客 准备秘密进入赌场调查 可令警方没想到的是 谢才平手下的人极其警惕 他们通过几句简单的对话 识破了民警的身份 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系列 令人震惊的举动 这些放哨人不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是暴打了这名民警 之后 几人又将他装进麻袋 拖进一辆货车 向郊外一处建筑工地驶去 到达目的地之后 这些人将他绑在这里 长达六个小时 后来还是同事及时赶到 才将他救了出来 很快 谢才平迟迟手下 暴打非法拘禁警察的行为 被公安局得知 并在重庆警界引起震动 逮捕谢才平的通缉令 几乎在一夜之间 遍布重庆地区 与此同时 针对谢才平犯罪组织团伙 警方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但谢才平十分狡猾 在实施逮捕当天 他与情人罗玄逃脱了警方的抓捕 自此消失不见 对此警方并没有放弃 表示不抓住谢才平 就等于全盘结束 为了找出两人的躲藏地 一年以来 警方对谢才平的情况 进行细致如微的梳理 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谢才平送给罗玄的一辆车 依旧还在使用中 警方猜测 谢才平必定和罗玄待在一起 警方的猜测没有错 两人逃走之后 罗玄都在掩护谢才平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以自己的名义 租赁不同的住处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两人就会立即更换住处 一年以来 每天都要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而罗玄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不离不弃 则是因为他还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只要自己能保住 谢才平这棵摇钱树 将来必定能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罗玄却低估了警方 对逮捕罪犯的耐力和打击力度 很快 警方来到了车辆行驶的小区 在经过两天不间断的蹲守之后 2009年7月13日晚上 该车终于回到小区里 蹲守的警方立即走上去 车窗降下 开车的人正是谢才平 此时的他 再也没有先前不可一世 无法无天的嚣张模样 被逮捕时 他始终低着头沉默不语 谢才平的逮捕归案 极大的鼓舞了警方的斗志 很快 逃亡在外的罗玄 以及谢才平犯罪团伙的未归案人员 全部被逮捕 至此以谢才平为首的黑社会限制团伙 被警方以雷霆之势彻底摧毁 2009年11月3日 重庆法院对谢才平等22人的一审判决是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 行贿罪等五项罪名成立 谢才平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处罚108万元人民币 罗玄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处罚20万元人民币 其余涉案人员均被依法判处不同刑期 至此重庆这位风流女黑老大的罪恶人生 落下了帷幕